好,欢迎回到新一集的港马攻略 隔了一个星期,今个星期日终于有海外赛和大家看 还要一来看三场 分别是来自韩国的韩国短途锦标 韩国杯和德国的巴登大赛 当中韩国的赛事相隔了两年 终于可以在电视再看 而且今年也会有我们香港的代表码 黄金甲和Bug智能远升 所以我们今个星期的港马攻略 一连三节就会和大家讨论这三场的海外赛 打头阵第一节就会和大家看韩国短途锦标 说到韩国赛事,我本身就比较小事劣 所以既然做到韩国赛事 都要立即抛救兵回来救我 所以找到一位好好的朋友 也是对韩国赛事挺有兴趣的 和大家一起说 立即介绍他给大家认识 就是阿摩 大家好,我是阿摩 阿摩本身也有看韩国赛事 也有点研究 所以很感谢他今集帮我 韩国赛事隔了两年 没有看 其实他的赛道也是挺容易跑的 但是说到天气 其实相信到时赛日 都好像会挺受天雨影响 是的 虽然有个台风 其实打得上韩国的 但是 又未至于影响到当日的赛事举行 但是回到天气预测 其实当日也会有一半以上的机会下雨 其实当日的赛事 会可能在一些湿沙的情况举行 哇,这么严重? 不知道我们香港两批代表 真的会不会跑湿沙 但是听闻 韩国的代表 跑湿沙就好像挺好的 看看到时是否他们表现比较好 韩国赛事两年没看 赛道也要和大家同心温和一下 韩国端途锦标跑1200米 就是左转的赛道 起步点就在对面直路初 都是两条直路转两次弯 而它的直路大概是400多米 都是平地 没有想要下车的 应该都比较容易一些马匹去发挥 究竟会不会像日如阿摩 刚才说的 到时如果下大雨 跑湿沙的话 来了一些有湿沙经验的韩国主队马 还是香港代表 甚至是其他海外代表 可以憑着他们的级数赢得到呢? 等会和大家看片子 但是究竟今届的韩国短途锦标 有哪些参战马在呢? 12匹参战马上阵 4匹海外代表 8匹主队马 4匹海外代表 除了刚才有说 8匹香港代表标之智伦之外 也会有来自新加坡代表 3匹马的人身如此 9匹来自日本代表 冲敬魅力 和11匹英国代表眼南飞 而主队方面 最受注目 我想应该都是跑那场 SBS体育台短途赛的三格分子 分别就是6匹的原色射箱 7匹的莫尔菲斯 和12匹的超乎尋尚 这些3匹也是当地 短途马王级的分子 看看3匹短途王 迎战4匹的海外代表 究竟会有哪些的赛果 也有这一场唯异的痴马 雷勇为首 还有一些上来的 可能是大航疾走 还有一些 其实早两年已经出现过的环球队长 大航神工等等 是啊 这些都可能是黑马分子 看看他们可以跑得怎么样 我们开始看片之前 也和大家看韩国短途锦标的另届公军 虽然只是跑了四届 但是第一届由我们香港代表的职多福去跑 就赢了马 接着下来那两场 就已经是日本代表赢了 休美若步不着视蓝钓 最近那届就由韩国的主队代表去蓝筹赢了 看看今年又会轮到哪个国家的代表赢了 事不宜迟 立刻和大家看着片子来说 第一条片和大家看的 就是这场SBS体育短途赛 也是开场白港 都是比较指标性的赛事 那我们看的就是头三名的马 那这场的SBS体育短途赛 赢了 赢的那一只就是灰色灰马 第三当起步的莫尔菲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放在头那一只就是东飞航 嗯 在大外档那一只就是环球队长 主队那一只超负寻常 超负寻常 在哪里呢 现在还在这个较后的位置 是的 就是现在中档 黄黄的 红红的那一只 就是超负寻常 也在他旁边那一只 就是跑第二只原色射向 待会进彎的时候 其实也要留意有个意外 就是原色射向和超负寻常 就是触发到的 也都是日间接 令到头马莫尔菲斯 就中间一条康装大道 就被他冲上来赢了 是的 其实赛后委托离 也有说到 真是好幸运看到转弯 咦有个位置在那里 那就赢了 是的 但是刚才说 入彎的意外 就是超负寻常 那只马有点色蹄 滑了一滑 就令到就是 就是马轻側 就撞到原色射向 但是这两只马 虽然就说有意外 但是 拉斯其实是一路 迫近莫尔菲斯 那如果你这样看 莫尔菲斯 会不会相对有称低跌呢 那 始终都是有一些东西 可以挑剔一下 嗯 那 一开始转弯那里 其实 是 有些贫运成分 再加上其实这只马 已经七岁 家里虽然是 可能是八岁赢 是的 但是 始终都积多科 是一个挺好的短图码 嗯 再加上莫尔菲斯 是一个韩国本土的代表 是 自然可能是比较称低一点 嗯 所以幸运成分 比较高一点 是是是 那再加上 其实 处理那只超负寻常 是 有些意外 是 令到它那么容易 或者叫做幸运地赢出 是是是 所以 我会 称先超负寻常 多于赢了那只 可以费的 嗯 而第二 那只 玄色射香 玄色射香 虽然这场跑第二 嗯 但是其实它比其他的参加对手 跑多了一场 马主杯 噢 3,600米的赛事 嗯 那会不会用多了体力呢 我就有一些疑问了 嗯 还有就是超负寻常 我们看回 他过往的往迹 其实 他本身一来 就不是很怕外档的 本身 所以他今次抽到12档 虽然抽到当时 排位当天 骑士雅文世英 已经抽到12档 他的面色也挺难看的 但是就是 他本身 就是超负寻常 就不怕外档 而且过往 也都是有跑变化地的根据的 那所以如果 是这样的话 称先的话 应该三只马 超负寻常 就似乎是比较好些的 而且他也是当地 一把非常之 就是手追捧 人气很高的 明星短途马 那所以如果 三格来说 我自己 就会称先超负寻常 多些的 是啊 其实超负寻常 这一场的SBS短途赛 是打围面战的 嗯 他是赢了上一届的军 哦 也是在一个外档出集而赢的 是的 除了那一场之外 再之前是 可能较低少少的班次 是 也是 试过在外档出集而赢的 是的 再和也是在一些 比较差的场地赢的 嗯 所以其实 超负寻常 真的是超负寻常 是啊 希望文世英 不要被当位抽签的时候 心情影响到 可以发挥到最好 我想主队代表就是要靠他了 但是 也都主队 其实有另一只黑马分子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 就是参战马的时候 阿Mo也有跟大家说过 镇中两匹的痴马 其中一匹 就是这匹雷阴为首 看起来好像有些暗牌的机会 哦 是啊 这一场呢 就是首尔 1400米 赌杯 是的 马女 就是痴马限定的 嗯 那其实这场马呢 最后 这个雷阴为首 赢得很轻松的 嗯 那 那 在这场之前 其实他已经连续赢了三次了 嗯 但是他在最近一次赛事呢 嗯 就是K&N杯 嗯 就输了 是的 那 其实那时候 赛 就是这一次赛前 联马斯也说到 嗯 那场可能出门的时候 就 挨了门 出门了 嗯 最后可能就是乱了 有些抢口 那就输了 是的 那最后 其实联马斯也知道有这个问题 是的 那 神操啊 或者练习的时候 可能尝试去矫正这个问题 嗯 那也都有提到 四档是一个挺好的档位 是 其实大家都看到了 他都是比较 拿主动的位置 是 第三位 三位 嗯 你看到最后直路 其实很轻松 最后是收姜赢的 嗯 嗯 那 虽然他是 同一些马女跑 是的 是的 那 其实都是一些首耳 比较短途的路程 嗯 我觉得这一只 人家为首 再加上他是有 痴马羊磅 是的 是的 还有 刚才阿摩也有说过 他 其实本身赢了这场独赌杯之后 其实是 那个蕊勢很厉害的嘛 就是连赢了很多场 那那场KAM杯 我觉得真的可以抹掉他 那 今次用到阿博太宗 也是一个老将来的 那 希望他真的都 好像法国老将 无思义 偶尔都会有些代表作 看看阿博太宗 可不可以 就是 交到一个好表现 可以 撑下那只超乎实际上 甚至是对下海外代表也好 那么 那边主张代表 是时候就要和大家看看海外代表了 首先第一部分 就是来自英国的硬南飞 那 英国代表走过来韩国远征 其实也有点少见的 但是他在6月底 这场 柳卡素的 膠砂地仙二米 的三级赛 卓普斯 其实表现就相当不错的 那当然了 这场赛事他就赢不了了 那 直路 就是最后阶段一路都出了头 但是很快就被他隔离那只 责任地追过了 那 那其实直暗感本身是一只非常出色的短途刺马 那 之前在海外赛事特辑都和大家说过的 那只马尼 那只马尼 因为相信跑不了也没办法 但是 这只硬南飞 看上去好像输得比他不能跑 但其实他的第二 也是相当之笃定的 那 他真的没跑过韩国的沙里 那 也是要跑左转 那 真的不知道到时会怎么发挥的 但是 用上的是挺好奇功的易建宁 大家都对他很熟悉的了 那看看 那 由英国的三级赛实力 过到来跑韩国当地的三级赛 计级数呢 就应该高了几多下 那看看易建宁 到时的发挥是怎样 那看看可不可以 那 那看看可不可以拿位顺畅一点 入直路早点出头呢 那 凭着这场的卓普斯那样 相信我都觉得 有点 可以争一下 那看看可不可以 叫做选择 那 除了他之外 也有一批是来自新加坡的代表 人生如此 看上去的实力 即是跑交沙地的实力 都不错 是啊 那 其实是这一场 除了雷英为首之外 第二只的痴马来的 那 看回这一场 新加坡的 黑兰兹A级赛 那么 较早时间的了 嗯 的交沙地赛是 那其实 如果可能有看过他的往迹 人生如此 可能一只交沙地表现比较好的马 嗯 那这一场他最后是赢的 虽然有些少经验 嗯 那 嗯 其实他的跑法主动 而且 他之后的进程其实都不错 就算他跑草地赛 都好像跑得挺好的 哦 是啊 再加上其实他在新加坡 跑一些左转的路程 嗯 我相信他会适合韩国 也都同样是左转的场地 嗯 是的 人生如此 其实他的跑法就不会很单 因为真的一定要放的 其实他金马跑也可以 那当然了 你看这场黑兰兹A级赛 现在他进直路过了迷南的名望之星 以为都赢了 但是怎么知道 最后就被外面的一只性灵系 还有大外党的一只金星 追得很厉害 就是最后赢得很险 那你套下去这场赛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赢得到 譬如刚才看的那只超乎尘场 或者压南非 甚至是香港代表标主持人 真的不知道 但是胜在的优点就是 好像刚才阿摩说 他跑过左转 看看他可不可以适应到韩国的交叉 甚至是变化地的交叉地 但是如果适应到的话 相信他也有能力一振的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那么多只海外代表 其实怎么也 最后也是要支持我们香港代表的 是的 其实还有日本代表 那只冲敬魅力 其实阿摩你又怎么看呢 我们讲标志志人之前 除了刚才那只人生如此是放投 那可能你本地代表也有一种飞航 其实日本这一只冲敬魅力 也是一个放投 但是其实他的赛绩 我会觉得稍微有认识 虽然他之前可能在明国一些 开市比较不错 最近真的是放投 去到最后是被骂过的 会觉得有点状态 原来也好 是的 再加上他的跑法 也会被人压制住 所以 那么多一只海外代表 其实他相对来说 就会称低一点 但是说到 刚才也说了 怎么也要支持我们香港代表 标志智能 那么 没跑过黎尼的 香港 最多都是试过黎集 当然表现也不错 试过黎集 第一次远征 就要跑左转 但是 看这个访问 丁冠豪好像也很有心思 希望他跑得好 是的 其实 赛前访问 连马斯丁冠豪也都蓄意 一只马就不事责 那上只马可能 草足火力 嗯 做一些新鲜感 新鲜感 为了这一场而战 是的 看着这条片 其实是9月2日的神粗片段 是的 新鲜滚意 看着那只马也挺漂亮的 是的 你看这个模式 其实也挺帅 也很精神 而且颗子也有力 起码不要怕他因为第一次软征 就好像头哒哒 没什么精神 希望这只BG智能 就可以适应到左转和交叉 看回他的血统 其实尽善尽美的指示 在香港也有赢过交叉 加上他的母线 也有Norven Dancer 很多泥地的色彩 希望他都可以挑战得到 而且看得出丁冠豪 是真的针对着韩国的左转跑道 是下了很多心思的 无论在香港的内圈 试过逸时针跳 来到韩国也都相对用着这些方法去训练 草足火力 排到八档 希望到时蔡明啸就想碎点 出阶顺利点 不一定要放头 因为刚才阿摩也有说 预期可能有很多晚会在前面场 如果快步速的 留在中间 入职路和他爆一段 大家不要忘记 去年他跑得好 即是刚刚这季 跑得好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转了 是用回后续的跑法 所以希望到时蔡明啸都可以跑得好 标志智能 都可以顺利赢马 帮香港再赢多届韩国短途錶 这一节的韩国短途錶 就先给大家看看 未完的节目 稍后第二节回来 就会和大家谈另一场韩国赛事 就是韩国杯 稍后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 那期待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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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待 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下期待